佛陀的妻子哭着说 都说有神 要我看这神不在世间 他的双眼看不到这世间的真假善恶 要不然好人不能得到好报 而恶人却能高高在上 天空瞬间就变了颜色 漫天的风沙让人无法睁开双眼 33天的地势天主非常疑惑 是什么微神力让宝座变得非常热 然后他利用天眼 看到了国王作恶的样子 决定亲自处理此事 只见他从天而降 随后狂风将国王吹在了地上 全身的衣服也被吹得只剩下一身破烂 大悲菩萨身上的绳索也被吹断 穿上了国王华贵的衣服 飘落在了国王的宝座上 然后一阵风将国王吹到了刑场上 大臣怒吼着 让人赶快处死眼前之人 等到天空恢复了平静 大臣这才发现砍错了人 浑身一软就这样被吓死了 地势天慢慢地降落在了地上 对众人说看到了国王的暴力 所以才会现身拯救善良之人 然后宣布大悲菩萨和善生 成为新的国王和王后 并劝告他们以后要施行正义之事 否则就会发生汗烙的灾害 还会引起激紧疾病和刀剑这三种胃部 大悲菩萨和善生表示 会遵守地势天的告诫 今后定会率领所有的生灵 一心向善 地势天听完 感受了他们内心的善良 然后就飘走了 从此之后 他们一心治理国家 身坏之后得以到了天上 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 心田上拨下善良的种子 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一定要记住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我们只要善良就好 剩下的老天自然会安排 善良的人不会吃亏 也永远吃不了亏 监狒 精神 优优独 También 欢迎来